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 陆丹 喂 这边大哥 你又干嘛 不是滚的吗 我可没有欠你工资啊 三天九百块 给出你了 不是啦 制片大哥 这次的演出机会 还不是有您关照吗 刚才是我太冲动 人家小女生嘛 小女生 你竟然贵庚啊 在旧社会 女儿子都可以打仗球结婚的 再给一次机会嘛 制片大哥 不是还有两天戏没拍完吗 不单姐说了 有你就没有她 你说我选谁呢 刚才是我不对 你就帮帮忙嘛 什么 旁龙套 没台词 不露脸的 不可以啊 不要脸的都没有了 我跟你说 你得罪牡丹姐 还想带这行带下去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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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管了 双皇还是要继续的 夏凌晨 你是打不死的小强 这一千万拿不到 还有更多的一千万 我也要嗨起来 来 兄弟们 喝 兄弟们真是够义气 今天我 郭思聪 总算一了夙愿 难道你就这一点追求吗 你以为我真是污到骨髓里面 我是很有深度的好吗 你 你能有多深啊 你们看啊 你看这两个人有多污啊 我跟你们讲 青楼也是一种文化好不好 你们想想 今天我们进门口的时候 那个老宝对我说 公子们 我们这边的姑娘 琴琴书画样样精通 你们好好聊聊 那换到我们现实世界里面 你们去做大宝剑的时候 那个妈咪就会说 我们这姑娘才十八岁 腰细腿长技术好 不信你摸摸看 对于这种传统文化的缺失 实在是实在是感到心疼啊 把凌晨一个人晾在外面 我才感到心疼啊 嗯 我也这样觉得 元宝我跟你说 小明这小屁孩啥都不懂 我不怪他 但你一个大老爷们的 被一个女人吃得这么死 能行吗 我教你吗 对付女人 一定要时不时给他制造危机感 这样他才会担心失去你 这样他就会天天黏着你 诶 真的吗 好像说的有一点道理啊 难怪凌晨第一次对我这么紧张呢 听歌的准没错 是不是该好好感谢一下歌啊 好吧 干杯 嗯 老板 给我来一大堆美女 怎么了 认不出我来了 你们说 到底是他们帅 还是本大爷帅 你帅 现在你们终于知道 是谁的颜值被碾压了吧 你们几个 还不赶快来伺候本大爷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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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来了 来了 别走 用力点 晨晨晨 晨晨 你在干嘛 没在干嘛呀 男人嘛 不都得奔场作戏吗 你走开 你走开 走开 晨晨是我的 别乱碰 什么嘛 两个大男人来亲谋 居然是龙羊屁 你们好恶心啊 你们真的好恶心啊 喂 他们俩其实 姐妹们 我们走 喂喂 别走啊 他们俩而已啊 回来啊 现在你终于知道 吃醋是什么滋味了吧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来这种地方 我不敢了 我不敢了 我下次一定乖 一定乖 余生姐 棒棒的 这一招真厉害 厉害个屁呀 现在花姑娘都跑了 我们还玩什么 我有花姑娘 聊天哪 你不是说来这里是为了跟花姑娘聊天吗 那我也可以陪你聊个五毛钱的呀 是啊是啊 说实在 我们来这个游戏都已经十天了 大家都没试过坐下来好好聊聊 现在正好 机会来了 聊个屁呀 跟你们有啥好聊的 哎 好了好了 好啊 我们 就花样生日了是不是 要不 我们离开游戏之后 一起办个生日派对怎么样 真可好啊 我都好几年没过过生日啊 好啊好啊 不如我们一起自驾游吧 我要吃海鲜大餐 好好好 吃吃吃吃吃吃起起来 哎这个提议还不错啊 但问题是谁买单啊 嗯 那就 大家AA制喽 小朋友不懂事了 现在哪里还流行AA制啊 现在流行的是AA蹭 你们AA我来蹭 哈哈哈哈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吗 你一个大男人 你还让我一个女生买单 更何况人家小明 还是个学生好吗 嗯 你看吧 每次都这样 谈不拢的 既然是这样子 那只能 对 哈哈 这就是最公平公正公开的方法 我们摇赛中 一到六 一最小 谁摇到一 谁就买单 好不好 好 我先来 赢 靠近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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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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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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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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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腰呀 我去 这游戏的时空隧道 真的转得我快要吐了 比坐过山车还难受 我们回来了 哥哥姐姐 我们回来了 对呀 我们没有死呀 游宝 我们没有死 这个时候我们回来了是没有错 可是是不是得有人出来宣布一下结果呀 喂 喂 你们看一下 好像有层爆炸新闻呢 对呀 我朋友圈都烧爆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你们还有空看新闻 我们被坑了才是大新闻吧 天哪 还我钱哪 不是啊 死聪哥 这个好像是说奥特公司的 最新消息 失踪已久的国内第一大游戏公司 奥特游戏 首席游戏设计员兼执行总裁 柳枫阳 死在自己研发的时空胶囊中 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严重腐烂 此音不明 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柳先生有点眼熟 我不行了 我智商又下线了 这回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明白了 柳枫阳就是柳先生 奥特公司的总裁死在时空胶囊里面 意思就是说 他也进入了这个游戏 他已经在设计骗局 让我们去帮他偷遇袭 杀了太子 就是想要成为游戏最后的赢家 只不过 他死在游戏里面 所以他没办法回来了 现在游戏设计者都死了 我们游戏了 我们游戏过了 我们游戏过了 奖金 没了 那 我们还一起过生日吗 现在说什么过生日啊 连今晚吃什么都不知道 你呀 回去好好卖水果吧 你呢 回去好好读书 至于你们俩 管你们呢 我继续回去对付我那个包租婆了 走了 走了 明神姐 那我们也走了 谢谢 拜拜 嗯 谢谢 拜拜 嗯 我们也 还会再见吗 还会再见吗 啊 嗯 嗯 其实我也会很忙 公司里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完 嗯 加油 嗯 嗯 我先走了 嗯 好 多想 拜拜 哎 凌晨 这地雪 就当成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吧 哎 那你先还给我啊 我再给你们 原来你们男的也是很现实的嘛 凌晨 喂 我走不动了 要不我背你吧 我走不动了 要不我背你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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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凌晨的呵护好得真坏 没想到你还会缝衣服 嗯 能让你开心我就已经满足了 嗯 我说你千万别死 这几天就委屈你了 嗯 哎 明天又睡大战异常 哎 林奎 啊 那你早点休息哦 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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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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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